Lun Sang 欧洲联赛 刘洋 欧洲联赛多年的王楚 本萨季选择回到中超踢球 效力于北京人和的他并没有在球队贴战主力 还好他在踢补上场的比赛中表现得可圈可点 王楚在人和中场的组织拿球能力非常突出 尤其是在球队反击进攻中的传球和跑位 在国内同龄球员中都是手去一指的水平 很多球迷都非常欣赏王楚的个人能力和出色的大局观 认为假以时日他会挑起人和的中场大梁 王楚在人和主帅路易斯心中也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之前北京人和在比赛中久攻不下 路易斯就会派王楚上场 王楚上场之后 也确实给人和的进攻带来了很大提升 唯一可惜的是 王楚由于足写有二三心症 没能在北京人和踢上主力 现在人和把伊沃送给了河南建业 王楚就迎来了锁定人和中场核心的好机会 王楚只需要在间歇期继续保持好良好状态 未来人和主帅路易斯肯定会对他为以重任的 27岁的王楚在中国足坛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球星 15岁的时候他展现出来的潜力 被很多欧洲球探看好 能在欧洲U15足球锦标赛上利亚埃扎尔获得金球奖 这足以证明王楚的天赋和实力 如果不是因为回国踢群运会受了重伤 王楚现在肯定会出现在欧洲五大联赛 王楚经历了多次伤病的打击 然而没有放弃对足球的热爱和坚守 能代表任何踢中潮 这对于王楚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点 如果能抓住这次机会 在任何作文主力 那么未来他入选国足也就是时间问题 国足前场一直屈首能拿球组织和及时分球的指挥官 之前被李皮寄予后望的张希哲 一直在国足比赛中发挥平平 王楚论天赋和实力都跟张希哲属于同一个当次的球员 王楚比张希哲强的地方 只是比赛气质非常沉稳 从小就踢挂大场面比赛的王楚 越是在关键的比赛 就越能发挥自己的水平 王楚现在是要做的 就是在任何几块锁定一个主力位置 加强与队友之间的配合 从王楚之前踢不出场比赛的表现来看 他在前场还是缺乏跟队友之间的配合 而队友对他的能力也不是很信任 这些问题都需要王楚在训练和比赛中慢慢去解决 希望王楚能早日挑起 给人和中场大梁 成为球队的新核心